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格外亮眼 尤其在军工业领域 海陆空三方面同时发力 一度有超越俄罗斯追赶美国的趋势 众所周知 中国目前在特殊材料 航空航天 基建 高铁 激光技术等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席位 但基本属于与世界顶尖并排的位置 那么有什么装备 是只有中国有 换句话说 就是在这个板块 中国处于绝对两线的地位呢 按照目前中国所公布的武器装备来看 东风41洲际导弹 东风17超高音速弹道导弹 055型驱逐舰有着较为明显的领间趋势 客观来说 这三款装备的重要性要超过001 002号航母 在2019年之前 就有东风41洲际导弹的各项传闻 随着国庆大典上的亮相 彻底满足了大家对东风41的所有幻想 现代化技术辅助设计 先进的材料技术使东风41直接和老一辈的同级别民兵3 白羊M拉开了距离 作为一款三级固体燃料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 拥有携带10枚或者更多的分导式多弹头能力 同时具备14000公里的最大射程 堪称洲际导弹里的绝唱 东风17超高音速弹道导弹与东风41同时出现在2019年的阅兵仪式上 但相比较东风41来说 东风17给予对手的震撼及威慑力将更为明显 首款采用高超音速乘波体弹头特殊设计的东风17有着非同一般的弹跳能力 也就是说 东风17从发射至到达目的地会多次反复进入大气层 如此复杂的飞行轨迹也被称为当今最难被拦截的弹道导弹 至于055型驱逐舰在中国海军历史上具备特殊的里程碑意义 要知道 055型驱逐舰的亮相直接打破中国052D差下的距离 12500吨的最大排水量也被美国高度评价为巡洋舰级别 而且 055型驱逐舰在武器配备上升级成为112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可同时对海陆空三方位进行打击 此外 其优秀的雷达系统及一定的隐身能力 助力中国直接成为世界上建造驱逐舰最强的国家之一